只见公益不见孙岳 这三十年来 孙岳早已成了公益的代言人 各个领域都有这位老朋友熟悉的身影 回顾孙叔的公益录 一切要从他参加 泰北爱心送炭的活动开始 当时他亲眼见到一名孩童 在手中断了气 孩子就死在你眼前 因为这样 我就开始想 我后悔的日子怎么过 对孙叔叔是很大的一个改变 他觉得原来生死是怎样的 就在眼前的一件事情发生 他过去赚很多的钱 他过去很喜欢开漂亮的车子 后来他就觉得这些人都没有意义 他想要更多的来服侍主 那时候他超了已经快60岁了 我们说你这个年龄 你在影艺界在社会文化的群众里有你的影响力 你应该在这样一个位置上来做更有效的宣教工作 我们就正式办了一个感恩会 就在楼下的韩伟厅 他就跪下来 大家为他按手 就拆拍他 每年用八个月做公益 用四个月拍两部电影 到后头我知道 人可以一直那么拍下去 是一件事 但是如果人除了为自己之外 还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的心已经不在电影上了 自此 孙悦就开始了他漫长的公益之路 这不只是公益之路 也是传福音的道路 更是一条坎坷 只有无尽付出 不见得有回报的路 有许多的激难家庭正等待救援 你的及时救助 就是他们一生的感性 那九一的时候呢 他就自己就一个人就跑来办公室 他说他来看看有什么事可以做 然后呢 我们人都在灾区嘛 只有同工留所在办公室 但是电话就接不完 很多的关切的电话 就这样就投入带着孙妈两个人 就跑来接电话 九一他也非常的关切 那从那以后我们每一年 在举办这个1919爱走动 为了几难家庭募款啊这些 他从那以后就一直做 我们的代言人 从来都没有停过 孙岳与董事基金会 是长期合作打拼的战友 从巨烟大使 骨髓捐赠 器官捐赠 一系列的广告 见证台湾这几十年的发展轨迹 他甚至曾被立委质疑 是否与烟商有利益纠葛 我第一次看到神叔神器 他非常的激动 他跟立法委员说 你要促销烟品 你可以有不同的立场 但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的 在烟害防治上 我们真的看到他的绝对公益 受到的压力 攻击是别的公益活动不会有的 可是神叔全然地接受 他把这样子的一个攻击跟无蔑 转换为行动 让整个烟害防治更顺畅 当天没人告诉你 当天没人告诉你 现在我告诉你 快把烟戒了吧 因为自己多年抽烟 晚年深受COPD之苦 也让孙岳下定决心 不要让更多人经历他的痛苦 2007年 孙岳肺癌手术结束两个月 他用尽余力推动烟害防治法修法 5月1号到6月15号可以说 用最快的一个速度 烟害防治法竟然在立法院就三度通过了 来看怎么样都是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因为孙岳孙叔 因为他的生病 他的化病痛为力量为公益 整个成就了台湾今天的 最基础的无烟环境 相较于烟害防治大量的广告曝光 在见不得光的监狱中 孙岳用十几年的时间 跑遍各个监狱 将他的关怀传达给受刑人 孙岳不但去替我募款 他也亲自跑到县政府 省政府去跟我们一起办手续 每个礼拜一的时候我们开着车 带他去监狱 任何地方很多遥远的像外岛他都愿意去 他第一次看陈进兴的时候 就在台北看守守 孙叔就跟他谈一点福音 就跪在那里祷告 站起来的时候我看到 曾经心的脸上 眼睛里面有一些类似 所以孙叔叔他用他的爱 去感化这样的人犯 很多人受感动 不是只是说看到孙叔叔的爱 而是看到背后有耶稣的爱 让孙叔叔愿意付出 苦口婆心呼吁大家做公益的身影 如今随着孙叔离世更显弥足珍贵 这位终身志工是全台湾的老朋友 许多人不认识孙岳 却从心里感谢他的奉献 我的身体状况真的是不很好 但是我没有放弃我做志工 我坚持地继续地来做 只要有一席尚存 我仍然在做 你们坐在那个最微小的弟兄身上 坐在我身上 孙叔叔他明白 就是非常有益 而且非常有自卫的投资 需要孙叔这样子的终身义工 在那边让我们社会大众有安全感 他是真的愿意做每一个人的好朋友 不只是跟你分享一杯咖啡 而是跟你分享他的生命 凡事需要他的精力去做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孙岳叔叔 他在真的就是让我们 对他真的充满了怀恋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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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